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拜登升朗,加一個問號 先講講港股,今天港股是高開的 高開了24,800點,不過很快就無以為計 慢慢慢慢跌,一度跌到24,500點,失手,跌穿少許 幸好其後爬上來,慢慢慢慢收復,失地 最後全日是倒升,都有17點的升幅 收24,667點,成交都不錯,有15億以上 1543億,今天能夠做好,ATM記一功 當然,A和T是成份股,其中騰訊是3%破頂 16.5% 內銀也不錯,也有少許進帳 其中公行上升0.5%,只不過同屬金融股 匯豐今天回軟,3%下跌,加上很多股 亦是軟軟的,令律師一度到跌 最後不能夠抗例升幅,反而只會升17點 原因所在就是這裏 今天港股,剛才提及過高位到24,800點 高開,逼近綠色箭咀的前浪頂阻力 就馬上回軟了,一度倒跌百多點 最後升十幾點,但好像受制於前浪頂阻力 後市怎麼看呢,是否有點矮的呢 這樣分析吧,首先從以下宏觀 以至各別的辦法去看整個情勢 首先宏觀方面,就看看 就是包含點題的四個字 拜登升浪問號 市雖然回軟大,但基於拜登升浪的市 向的可能性偏大一點 為何要拜登升浪呢 因為拜登在美國總統大選去到這個階段 11月3日的選 去到這個階段,就對特朗普的支持度的差距越拉越闊 上星期就仍然是16個百分點 以全國選民來,全國投票來計 就16點而已 今天就進一步擴大 雙方差距差17個百分點 如果用17個百分點來計 真的可以說都十拿九穩 當然美國有所謂選舉人票的制度 跟其他國家很不同 雖然全國性的票數可能贏 但可能會輸選舉人票 但根據美國方面的研究 相信這個可能性在拜登出現 機會比較小 原因是計算選舉人票 拜登也是贏了特朗普 加上美國方面的共和黨人士 現在有少許舉白旗 不少估計 其中特朗普估計 有三線傳輸 所以在美國方面 共和黨人對他的選情比較悲觀 部分甚至打算跟特朗普切割 如果拜登勝出的機會大 對港股來說是好事 至少從內地市場市場媒體 覺得拜登贏是好事 畢竟上映之數 星期一大幅上升 內地的傳媒解讀 其中的原因正正是 美國大選的北明朗因素減退 北明朗因素減退 第一就是選舉臨近 無論如何 去到選舉後 12月3日 無論是最後誰當選也好 都不用再透過攻擊中國 爭取選票 這是對港股市的氣氛有利 如果拜登當選 形勢會更加好一點 雖然中美角力仍然會繼續 不會停止 但角力得力 拜登會比較文明 文明的意思是 守規矩的角力 不會像特朗普那樣 什麼招數都出 所以這樣的情況 對中港股市是利好的 尤其見證過過去兩年 特朗普的什麼喇叭之數都出齊 如果他真的拜拜 無論如何都算是好事 因為最惡劣的情況見過 所以上陣的數 星期一急升市場人士 解讀和美國大選有關 所以這個因素 第一個對港股 相信是繼續有利的 第二個因素 就是和中國的情況 今天就是深圳特區 四十周年的紀念日 國家主持鄧近平 就去發表 雖然整個講話 都沒有什麼特別好具體做 所以主要說 要將深圳建設為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 和產業的創新高地 又說要發展 市經濟和金融 這也是大方向的說法 沒有什麼具體措施 但是很明顯看到中國 繼續推動深圳 透過深圳的科技實力 再推動整體經濟 這是中國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已經對港股的起氛上有利 加上今天 就是IMF 國基會出最新的經濟增長預測 今次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調高了 上次估計今年倒退5.2% 今次倒退的幅度少了 42.4% 而更加重要的是 為何今次將幅度伏一聲 減少了0.8% 原因是國基會說 中國經濟增長 跟中國經濟增長 比與其為皆有關 國基會說 中國經濟今年的經濟增長 之前的1% 增加到1.9% 增加到0.9% 換言之 對中國經濟越來越看好 這樣的情況 當然對中資股有利 所以人民幣最近持續強勢 都是有關係的 事實上上升指數 剛才說的 國基指數 都是相對恆生指數強勢 看到了 這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剛才看的恆生指數 是受制的 試一試 回頭 但見到國基指數 已經明顯突破了前浪頂的阻力 換言之 根據一浪低一浪 國基指數終於出現 一浪低一浪的情況 終於扭轉了 已經不再一路跌下去 而是很有機會 重新組織一個升浪 而事實上 今日國基指數 一度升穿下降軌 這是引伸而出下降軌 換言之一度升穿 雖然最後會陷著 跌穿少許 但是出現的勢頭 好像想扭轉下降軌 換言之 在國基指數大動之下 恆生指數 氣氛都是相對有利 加上重要的成份股 今日或這星期以來 都是保持一個向好的勢頭 騰訊這些一路強勢的板塊 不用說 當然繼續向好 今天騰訊再升 已經突破了長方形的頂部 高位收 換言之走勢比較強 照量照度長方形的良好升幅 可以達到600元以上 真的不說得少 當然升了很多 累積升幅很大 大家要注意 但是單從分析來說 可以有權再升 不單止是強勢板塊 今天衝上去 有可能成為大肆的火星頭 連帶的弱勢股 都在幾天出現一個 好像柳暗花明的狀況 在說什麼呢 就是內銀股 內銀股 這兩天 明顯出現一個 好像扭轉跌勢的狀況 看到公行 綠色線是下降軌 星期一突破了這條下降軌 以至二十天線 走勢比之前好很多 之前節目都說過 一條完美的下降軌 以至下美的下降通道 但現在突破了下降軌 走勢是好一點的 而且公行來計 今天再升少少 換言之連續兩天 就站在下降軌之上 有望扭轉跌勢 建行也是跌 升穿下降軌 走勢比之前來說 是強了 總而言 諾銀股可能 跟強勢股 落後的諾銀股 一起 就向好 成為市的上升動力所在 所以恆生指數 今天雖然受制前浪頂的阻力 回一回 看到就馬上回一回 但是走勢估計 反覆向好的趨勢 是有望延續的 基於剛才說的環管因素 以至板塊的狀況 再向好的下一步 看哪裏呢 就是看保利加通道頂部 現在就站在25,044點 大家看著這位 估計恆生指數 反覆有機會 向上挑戰保利加通道頂部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